各位朋友歡迎來到黑木崖的節目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惠兒和我們一起講一個題目 就是個人愛情社群和公共的副題就是 在統治下的幸福 不好意思 這個題目為什麼會拿出來講呢 其實就是因為大家知道有些事 我們的節目一向都是有些反應 就是整天都說有些事發生了 我們就提一些回應 最近上個月有其中一個在香港發生的事 就是有一個電視節目叫成女外作戰 就推出了 裡面這個節目引起了大爭議 因為節目的內容就是說 有一些女性她們二十尾三十頭 就還未找到一些人生的對象可以結婚生子 組織家庭 所以這個節目就安排了一些所謂專家 無論是教她做人 教她裝扮 諸如此類 就去和這些女性接觸 然後就進行一些改造 就是所謂的真人秀 然後就幫她們去找一些所謂理想對象 這個節目有很多不同的人去批評她 有些就是說她 即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其中一個方向就是她去賣廣告 幫人 有些就是說 你這樣把性女這樣 label 又有問題 諸如此類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在這個背影下 令我們想起其實無線 其實也是同一個團隊的製作 即是她們同一個製作的班底去做這個節目出來 就是同樣的班底去年 差不多時候又做了一個節目 就叫做中女告白 然後就令我們立即 當年又是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即是說我們不應該這樣 label 女性呢 或者尤其是某個年紀的女性 然後究竟這種 label 背後是否反映了一些東西呢 所以我今天請維宜來 我又去進入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就很有趣 就是究竟我們是用什麼立場去理解這件事呢 即是究竟我們現在是關心什麼 我們是關心愛情 我們是關心去賣廣告 還是關心什麼呢 為什麼請維宜來呢 又要再補充一點 就是維宜好像在09年的時候 就寫了一篇文章 從此就多了一個身份 我相信 雖然他可能不承認 但是 不能承認也不承認 雖然他覺得不是 但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就 同樣這篇文章很搞笑 我每年2月14日左右 就會有一大堆人 就會在網上 至少在某個圈子裡 你會在Facebook看到很多人 分享這篇文章 然後大家就 啊 今年又是一個時候重溫這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 大家可以在Inmedia找到的 就是我們都誤會了 就豁著愛情 那 其實有一篇文章說什麼 哇 你怎麼回覆那篇文章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這篇文章很紅 我不知道 這個紅不紅是我判斷 因為 因為 也判斷不了 不過如果說那篇文章 其實是 最初是聯合文學 一篇約稿 就是台灣的文學雜誌 那我不記得 總之那個主題是愛情之類的 嗯 其實我自己 就經常想提出一種 反愛情的說法 就是反對現在的人 就是很流行的那種愛情論述 就是它不只是 當然是跟女性的自主有關 但是我覺得跟男性的自主有關 嗯 就是跟人的 我比較關心就是人 怎樣可以自主 還有 有些真正的幸福 而不是一個 純粹 隨便 happy 下 這樣的生活 所以可以說 那篇文章 其實你不是最想說愛情 而是 我是用愛情來處理 為什麼我們這麼需要愛情 嗯 就是對於一個 什麼社會裏面 對於一個 什麼社會裏面 使我們 對愛情 抱有一個 這麼高的期望 就是你所有的一生人的幸福 都在他身上 這個都是最近那個節目 就是成女的節目 對 就是一個假設 就是 就是它好像要塑造到 這些女性雖然 他們可能很成功 他們在人生的各個方面 都已經很有成就 但是太可惜了 因為他們在愛情上 都有所缺陷 所以我們現在來拯救 他們這一塊 就是 都是有一個背後 就是跟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愛情 似乎是一個 不可或決的一部分 你沒有了 你就注定 就是有些缺陷 所以我們一來拯救你 我覺得 那是很奇怪的 其實那件事出現之後 我不是很想理他 就是 不想理他 意思是 他擺明就是一個商品 然後擺明要銷售東西 你罵他 也是幫他賣廣告 你讚他 也是幫他賣廣告 我的方法就是 我有這麼多事情做 我為什麼要理他呢 後來是 明報的記者 找我做了一個訪問 那我就 隨便 我看出一個訪問 你不想提這件事 這個訪問很搞笑 我看來看去 我看來看去 蛤 不願為而說話 但是我就看到 林欣寫了很多東西 就回覆你之前的文章 那些內容 然後又再 其實很見到 他用了很大的心思想 你用了很大的心思想 拘捕他去說別的東西 其實我想那些 其他東西 也在你之前的文章 有出現過的主題 就是 都是說回問題 為什麼 去到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會面對一個 普遍的想法 就是 愛情是不可或決 然後你沒有了他會死 然後諸如此類 還不止的 你對於愛情 單止是不可或決 我也會說愛情是不可或決 不過那個 愛情到底的內容 是什麼才是那個問題 就是 你普遍獨身主義 你都可以覺得 愛情是不可或或決 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不矛盾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是關於 你愛什麼人 和怎樣愛的問題 現在 大家的情況 我會看到就是 那些 那些拍拖 很會公式化 就是 你一定是要做到某些事情 你才是愛我的 或者是 你最容不下被批評 就是被你的情人批評 就是 他講你一點點 然後你就好像 整個人都不知道 他是應該支持我的 對 你就整個人都沒有了 所以愛人是不可批評你的 那就是 你在他面前 是不可有缺點的 那麼 他在你面前 雖然有缺點 但是有時候 你就會包一下他 要麼你就處於一個女王 或者一個王子的狀態 例如踩死他 那麼 其實 其實我發覺很多人的愛情關係 如果我在這裡再講多個文章 就是 進入了一種主奴關係 就是你們哲學者最喜歡討論 就是主奴關係的問題 主人和奴隸 是的 那是否說那些奴隸秀 那些 那些經常都有的 是不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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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某些事情 有什麼 沒聽過 是嗎 要做家 沒有 那如果你結婚 就照顧一個人就是你 那你不是這樣做 又不太行 那這裡又牽涉另外一大堆 的女性 角色定義 但是 我們回去的主奴關係 就是 阿琳一覺得 你和他之間的關係 就是互相佔有 嗯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雖然這個互相佔有的想法 其實 可能在那些浪漫主義時期 就開始出現 就是 因為其實浪漫主義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 黑木牌的聽眾應該會懂 就是 Jane Austin那些 哇 那些真是 很老名 一來就單室貴地 就 我們結婚吧 那樣 Jane Austin也不是這樣的 是嗎 我的記憶 我最早期看到那些 是 我可能比較不幸 我最早期看到那些是 簡愛和 扒烤山莊 嗯 但是簡愛和扒烤山莊 是比較 比較特別的 哦 就是它不是那些 貴地你教給我 那些 就是它是描述一些很獨特的關係 尤其是扒烤山莊 雖然它很邪惡 嗯 但是呢 那個是很特別的 就是我會覺得 哇 這兩個人的關係很奇怪 為什麼奇怪呢 很特別的 嗯 很疲惡 但是 其實是有少少的 嗯 其實他們所有人之間 都有那些關係 嗯 而那個是你將你的 其實大家開始學會 不用宗教 如果西方社會來說 就是我們不用宗教 嗯 如果中國社會 或東方社會 就是我們開始脫離社群 嗯 就是我們不再是那些家族啊 鄉村啊 我們去城市 我們做獨立的進步的人 但是這個被視為一個進步來的嘛 就是 你在前現代的時候 譬如農村社會 或者西方 比較宗教的氣氛 比較濃烈的時代 我們結婚可能是因為 家族上禮 就是 大部分都是所謂不宗家教 或者 父母安排 家族安排 去到西方 又大部分都 可能都是類似的 然後他們會多一個解釋 就是 宗教的安排 就是可能是上帝 或者是某一個計劃 就要你們兩個在一起 就是時至今日 還有某一些教會 是會為 他們的信眾 去撮合婚姻的 就是 你和他 幾好 你們在一起 就是 就是 你嫁給一個非教徒 或者娶了一個非教徒 就是 然後 面對這個處境 我們當年 也不是當年 還有一些人 例如你看Jane Austen 都會覺得 沒錯 這就是我們愛情的表現 就是我們擺脫家庭 和擺脫宗教 對於愛情的枷鎖 然後我們就 自由戀愛 我們終於 可以找自己的愛人 我覺得那個很有趣 因為如果大家真的留意 自由戀愛這個想法 它出現的時候 其實是和自由一起 就是和那些人 開始想搞革命的年度 是差不多 是 但是 我不跳去那裡 你也是不能回避 這個歷史現實 是 譬如中國那些 就是 說那些女生 開始自強 出走 或者不摘腳 對 而且不摘腳 而且不會覺得一定要嫁人 甚至 五四的女生 很在前衛 和同居 老順的老婆和她同居 很久才結婚 嗯 她筆下也產生過這樣的故事 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 雙世 雙世就是一個很慘的故事 就是 那兩個青年就自由戀愛 住在一起 分都不見了 但是結果呢 那男的發現那女的 原來為愛情故自由 加可拋 這樣 於是 於是 後來那女的又死了 即是離開了 因為大家就覺得不合 但是這個 愛情 自由和生命 其實是被連了在一句說話裡面 就是 若為自由故 就是 愛情、生命、加可拋 或者 反過來 你其中拿出來 若為甚麼故事 總之要為自由愛情 生命排 是一個排障 但是 這三人又是重要 和會排在一起的 即是你覺得是需要把那三個東西 擺在一起說 嗯 那這個是其實我們所謂 自由戀愛的很重要 嗯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下次回來 可以繼續同意 這樣會